自打刘庸知道跟自己下棋的是皇上的时候 下的是冷汗值嘛 旁边六王爷还冷不定的来一句 皇上不答应啊 愣是要跟刘庸在棋义上分个高低 这些臣子清兵们每当皇下落下一死后都要说上一句 皇上听了很是生气大喊道 说完话发现他心爱的格格并没有在现场问六王爷 六王 六王爷气喘吁吁的爬上楼 知乎坏了坏了 哥哥顿时急了问道 不得不说六王爷虽然表面看起来憨憨的 但这心里跟个明劲似的 随后格格便跟着六王爷来到棋桌前看皇上下棋 最终刘庸还是险胜皇上 和珅见状大喊 大胆刘庸你敢赢皇上 来人给我拿下后置沙头 刘庸冷汗直冒 随即只见皇上心而不语 用棋子在棋桌上摆出两个大字 黑子白子 皇上下旨 和珅 和珅不服依旧说道 其次皇上 刘庸竟敢赢皇上 着实盖杀 刘庸接话 其盘上不杀二字 乃皇上亲手欲点 皇上神智大勇 草民岂能赢得了皇上 皇上手弹上棋 乃成人之美 盖杀不盖杀的 被皇上说了算 皇上笑了笑站起来说了句 好一个成人之美呀 回宫 皇上回宫后 剩下一旧惊魂未定的刘庸众人 好玄哪 刘庸擦擦汗站起身 随手就把戴在背后的斗笠取了下来 没想到 这才华横溢的刘公子 竟然是个锣锅子 刘庸 你是个锣锅子 刘公子你 你 你是个锣锅子 这可把格格鸡坏了 可没想到这未婚夫还是个驼背 这格格一下子就反悔了 这时 刘庸旁边的小帅哥出来评礼了 刘王爷看着刘庸 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况且刘庸也称格格乃他的梦中之人 俗话说 宁差十座庙 不毁一桩婚 刘王爷说了 既然这老丈人都发话了 刘庸自然也是不敢怠慢 将自己先前从饭店 用一百两银子买来的考题拿了出来 希望六王爷将其交给皇上处置 而他则要用实力证明自己 里边的内容宛辈并没有拆开 待公元八宝那天 请王爷当面呈皇上遇来 这里边是什么 据说是考题 什么 宛辈希望皇上整肃立志 此事非同小口 我记住了 我一定面奏皇上 谢王爷 王爷 小姐 我告辞了 科考将见 皇上也是极为重视 命下属一定要上心 此事你要替朕多多奔走 你们二人身为主妇考官 一定要秉公办事 不得有私 刘庸回到客栈后 原本打算再看书复习复习 但手谈则需一事 却迟迟在刘庸脑海里是挥之不去 明天就考试了 还读什么鸟书啊 夜晚转瞬即逝 第二天科考正式开始 考生们陆续入场 每人一个屋 进去之后 还要在外面上上一个锁 考生不解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些考生可谓是八仙过海 各显人通 早就准备好了小抄 这位小胖哥 更是直接把小抄 绣在了衣服的内衬里 看来啊 这用一百两银子买来的小抄 真不耐 题目答案全在上面 很快就有考生陆续教卷 可谁知 刘庸的金考官居然是和珅 这和珅发现这考生啊 乃至和他作对的刘庸之号笑骂道 说着便将刘庸的试卷扔进了水缸 跟随他一起来考试的小帅哥也不例外 同样是被和珅坑了 出了考场的两人很是郁闷 难得的一次考试 没想到冤家路窄遇见了和珅 热血男儿岂能低头 刘庸决心一定要报这个仇 我一定要报这一件之仇 朋友劝他找父亲帮忙 刘庸回绝道 我父亲现已退休在家 我不想打扰他老人家的平静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被随罗锅 我心不罗锅 被随罗锅 心不罗锅 刘庸不愧是心怀大知识人 很快考试成绩就出来了 六王爷和哥哥都是惦记得很啊 正好今天六王爷正要出去骑马 哥哥跟过来了 刘庸的考试试卷被合声扔了 榜上哪还有他的名字 榜上无名果不其然 果不其然啊 哥哥和六王爷看了后非常诧异 刘庸这种人才不应该补上榜啊 没中 最后刘庸和朋友出了个主意 朋友直呼 六王爷正琢磨着刘庸榜榜上无名的事呢 哥哥想起刘庸之前 留给他们的一张红帖 说道 哎 爹 上次刘公子不是交给您一个红帖子 让您亲自交给皇上拆月吗 哎呀 你看我老糊涂了 哎呀 快找马 走 贡猿这边 刘庸看皇上的轿子过来了 赶忙将提前准备好的贴纸往贡猿门牌上一贴 贡猿二字 俨然变成了卖丸 王爷卖丸了 快卖我的冰糖葫芦吧 把你卖丸了 皇上大怒 是谁 是谁 刘庸见状 赶忙现身澄清事实 和珅见了之后喊道 谁知这刘庸啊 被安在地上后 竟大喊着冤枉二字 和珅见自己的冤架对手竟不打次招 谄媚的对皇上说道 可刘庸却说 皇上 皇上啊 草民刘庸貌似汉位的是先祖欲比贡猿的尊严呢 皇上 草民刘庸曾在考试前在琉璃最九楼花一百两银子买的红铁一张 没有拆开 于当日交给六王爷 请他转城御览 据那卖铁的道士说 他每天卖得百余章 得银子有万两之巨啊 皇上震惊 那帖底是什么 草民断言 是考题 科考乃国内大事 现在居然出现了私自贩卖考题的丑闻 说着 六王爷刚好赶到 将之前刘庸的红帖交给了皇上 皇上看后大怒 三道题 一字不差 你们 你们怎么敢泄露考题 你知罪吗 罪太万死 罪太万死 把他们给我压走后审 随后 皇上决定必须要把这件事 擦擦个水落石出 并且还要轻视这次重榜的考生 拜镇把这件事擦个 水落石出 我要轻视这次重榜的举止 那么刘庸为什么敢如此大胆篡赶 贡猿大名 他最后的结局到底如何呢 点个关注 咱们假期揭晓